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是属于一种近代社会的产物 在欧洲的中世纪后期出现官僚制度 那么在中国的话应该说 诚如很多学者所讲 它是一个非常早熟的社会 但是早熟但是又转型 我们的文化早熟非常早熟 但是转型又非常的艰难 在春秋战国时期 那么就开始出现官僚制度 所谓的官僚制度 我们前面曾经说过 和贵族制度 士气制度 它有明显的不同 那就是贵族它取得它的地位和职权 是靠身份 血统 那么在社会学上 把这个叫做一种前妇的 先妇的 不是靠后天努力 是先天赋予的一种身份 是吧 所以它取得位置 它的继承生先 都和它后天的个人的那么能及 个人能力 个人的绩效没有多少直接的关系 是吧 所以 那么这是 在这个春秋战国之前的上古时代 通行的一种制度 那么官僚制度 恰恰一个是 它是 这个 靠能及 根据统治者的需要和能及来授予观止 同时呢 在管理上 它是既然是跟统治者同 那么这个需要根据能及来设立的 在管理上 它就可以呢 随时的 在制度上随时可以被罢免 那么同时呢 又采用了全国的 这种统一的管理制度和运行制度 官僚制度呢 这个 有统一的标准 统一的管理 奖程 升迁的标准 工资待遇的标准 是吧 那么这个甚至 有统一的退休年龄 在中国社会里面 这种退休的年龄呢 这个没有太硬性 但是有一种习惯 从周朝开始 所谓的七十二治世 治就是导致的治这个治 这个字呢 理解治世就是还了 这个是站在 那 军主的角度 那么一个人 一个世代部 七十岁了 不能为国家效力了 就要把他的权力还回去 啊 所以呢 这个 中国的这个 上 上午啊 尤其春秋战国这段呢 关于官僚 我们现在官僚制度的 很多基本的要素 都已经具备 统一的升迁标准 待遇 统一的奖程标准 然后呢 呃 甚至他呢 呃 在官僚制度的运行方式上 也是按照统一的制度程序 是吧 讲究公文 讲究程序 正如后面我们还要说到的 韦伯所讲的 啊 这种对事不对人 是吧 呃 形式主义 对不对 那么一切就是官僚制度下面 我只看 看政策 看文件 啊 就像我们现在 呃 院里管理工作也是这样的 那么 呃 这个我们只看制度看文件 碰到这个问题 是吧 我们查文件 是吧 我们不管你是哪个人 啊 这个你是多 你是什么样特殊的情况 我们先看政策 是吧 那么因为 呃 这就是官僚制度在管理上 甚至在官员的待遇上面 中国这个 呃 甚至休假制度 是吧 那么在上古以来都都存在啊 一般来说五天啊 在这个到汉代五天 休假一次 啊 咱们没有这个基督教的这种星期天 啊 但咱们有五天一次的休假 啊 为什么要休假呢 这个五天啊 这个上朝啊 办公啊 在衙门里 回来洗个澡 所以中国呢 那个实际上休假就是回来洗澡 所以呢 呃 叫做沐浴嘛 是吧 呃 修墓 所以这个传统的说法叫修墓 啊 呃 休息一下回家洗个澡 啊 所以呢 这个 这一套制度呢 当然我们也不能完全按照现在的文官制度来 呃 这个等量其官 可是呢 那基本上中国的这个官僚制度呢 是应该是这个很很早熟的啊 很早熟的 啊 那么这个 这是做一个简单的说明了啊 啊 那么中国的这个官僚制度呢 嗯 嗯 他的这个 要说这主体的框架 主体的结构部分啊 啊 我们呢 首先第一个阶段 在秦汉时期啊 呃 我们还是按照时期来呃 介绍啊 啊 这个中书机构呢 呃 主要是以宰相为核心的行政中书啊 所以在历代宰相总是文官总是官僚这个组织的最高级啊 最高阶层啊 那么这个 所以呢 我们呃 中书机构里面又主要是以宰相机构为核心来介绍啊 啊 但是呢 因为这个宰相啊 在各个时期啊 名称很不同 而且呢 呃 他的这个制度的存费啊 呃 呃多有变化 所以呢 我们也只好用中书机构来表示啊 啊 有时候我们很难在某些朝代 我们又很难说他就是当然的宰相制度啊 啊 所以很麻烦啊 啊 那么在汉代的时候 汉代是明确的 他的这个行政中书啊 是明确的是以宰相 明确的是呃 有正式的宰相制度的这个朝代啊 啊 这个 这个 所以在这个呃 西汉的前夕和这个秦秦朝秦帝国时期 他的最高的行政首脑 所谓的百官之长 就是 所谓的丞相啊 啊 那么宰相 丞相都是不同的说法 那么丞相这个相字 在中国的上古时期 在中国的古汉语里面 相就是一个动词 帮助 辅助 对啊 辅助 为什么是宰相呢 为什么是宰相呢 因为在中国的早期里面 天子 周天子 他的宫廷的事物 他的这个治理国家的事物里面 有大部分是祭司 而祭司的时候呢 那么要有一个总管 管这些祭品的啊 或者叫太宰啊 那么叫宰 宰职啊 所以这样呢 呃 久而久之 因为呢 国家的大事主要是礼宾 主要是祭司 所以久而久之 这个呢 大总管啊 实际上是最早的大管家 那么慢慢的呢 到这个战 春秋战国时期 演变成了宰相 丞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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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这个丞相呢 因为呢 他还是继承或保留了 某些上古时期的 呃 我们把它叫做贵族民主制的一些特点 啊 那么这个君主的权力 还不是那么厚实 那么呃 至胜尊严 嗯 没有那么大的这个军权 没有那么样的膨胀 所以丞相 在这个秦汉时期的地位 非常之高 这尊贵 像这个 原来的李斯 是吧 像萧和 汉代的萧和 这些本身都是开国元勋 啊 呃 制度的原因 再加上了他们个人的功勋 使得汉 秦汉前妻的宰相 叫做卫尊权重 啊 那么地位非常尊贵 权力非常之大 啊 所以宰相呢 这个他的官节最高啊 啊 所以后人号称 有些书上 呃 一些古 古籍里面记载 宰相的地位非常之高 呃 在日本的这个榻榻米式的 是吧 那进去以后要脱鞋子 要这个表示这个尊重也好 啊 还有呢 那么皇帝一般大臣呃 呃 见皇帝的时候典礼官 说战败 要叫名字啊 呃 张三李氏 张银九 来见来皇帝 那就直呼其名啊 啊 但是皇帝 丞相 一般就叫丞相 为他避讳 不能直呼其名 也就是皇帝 皇帝要为他庇护啊 啊 那么参见皇帝的时候 那么宰相参见皇帝的时候 要站起来 欲坐为起啊 那其他的人 皇帝就在那牢牢端坐着啊 啊 高居九丛至上 底下顶礼膜拜 但是皇帝 宰相 这个见皇帝的时候 要站起来啊 要赐座啊 要赐座啊 那么 所以这个呢 叫做 用古文的话说叫 见律上殿 战败不明 欲坐为起 是吧 呃 戴剑 穿靴 穿着鞋子 所以戴剑穿鞋上殿 战败不明 啊 不称他的名字 啊 中国的古汉语里面都是动 名词动画 动词名画 这种情况很多 啊 呃 要站起来 啊 那么这个重大的事情 啊 这是从他的地位非常的尊重 啊 我们前面甚至还说过 呃 宰相 和皇帝发生冲突 他的 赐死的方式 都是非常独特的 此的要非常尊严 不能加刑辱啊 不能对宰相 这个 不能对他动刑 不能对他这个 不能让他受一般的这个监狱里面的凌辱啊 啊 那么这个 呃 我们知道这个 后面要讲 跟这个宰相应该在代语上级别品级一样 都是万诞 古代那个万诞 啊 那么这个 呃 也是金印 印也是黄金座的印 那么这个 另外一种这个官就叫太尉了 像太尉的官地位排班的代语都是一样的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汉代后期的 一个一个呃 重要的呃 统帅 一个武将 这个叫周伯啊 周伯 周伯后来做了监狱啊 那么这个还 我们看到的是被一个小的狱卒 所以过去监狱里面那种小的呃 狱卒啊 被他百般凌辱啊 所以周伯在有一次被抓进监狱以后啊 我今日乃至狱卒之跪 当一个小小的一个牢头 一个狱卤 还这么厉害 你犯到他手里了 堂堂的一国的最高的元首啊 啊 那那么宰相一般的可能不会有这样的 因为那个 那个一旦这个什么要呃 要皇帝如果要加罪的话 他会为了尊严和面子 呃 会在家里香汤沐浴 然后啊 非常干净尊严的呃 去去死啊 当然这些啊 呃 都是前妻的礼仪上的 实际上在后代很多历史上 宰相受到凌辱的也是非常多的啊 而且越到明朝到清朝 这个问题就非常严重了 啊 那么宰相 这个是在他从职权上看 他是在这个皇帝啊 之下 辅佐天子啊 可以说是无所啊 他的职权是无所不包啊 呃 那么这个下管人士上管天地阴阳啊 协力阴阳 所以我们经常会看到 如果一个国家呃 什么时候发生重大的天灾 地震啊 汉灾啊 像现在国这个云南西南极省大这个灾害啊 那就是按照传统社会里面 那么当然皇帝要下召罪己 但是首先有时候要拿宰相试问啊 啊 你这个你是管阴阳的 怎么阴阳不调啊 啊 这个所以呢 这个有这样的问题啊 呃 权力非常的广泛 叫做这个 呃 对于呃 那么对于这个重大的事情啊 啊 和皇帝一块协商啊 重要的事情和皇帝一块协商 那么那么有很多砖断之权啊 在皇帝之下他有很多砖断之权 甚至在汉代我们看到多少品级一下的官员 他直接就传令可以专杀之权啊 一个牌子的发出去 那么就把啊 你这个小小的比如县令啊 县长地方地委书记啊 啊 一下子拿回来就给你杀掉了 不用揍皇帝啊 权力非常之大 啊 叫做献可替佛啊 呃 那么面折庭征和皇帝 所以呢 宰相这个位置非常麻烦 因为呢 他要呃 中国古代讲究宰相企图 作为宰相的话 必须叫做为民请命啊 一个宰相 一个大臣风范 就是要敢和皇帝面折庭征当面 当然了这个面折庭征啊 过去叫做这钻摸老虎的尾巴 老虎的屁股 所以呢也经常 所以宰相会经常和皇帝发生冲突啊 所以这个我们看到在这个汉代到汉武帝时期 一连杀了很多宰相啊 呃 所以以至于有一个大臣呢 一听说被任命宰相当国院总理 吓得这个一下子倒在地上痛哭流涕 便尿便秘啊 便死尿巨像啊 尿一裤子 呃 就蒙了 这一下子要要我的命了 所以那个嗯 做宰相也是视为为徒 那这个 所以呃 呃 您还是饶了我吧 祖上圣明 您现在这么英明 这不需要像我这样的人 我我这个我 所以呢这个 把皇帝也逗乐了 皇帝一看吓得这么可怜 呃 汉武帝也笑了 所以你起来吧起来吧 啊 那么这个权力还是呃 应该说呢 呃 非常之大 百官之守啊 百官之守 无所 他的实权是无所啊 呃 不不问的啊 那么这个 汉代的宰相呢 在开始的时候是独人 是一个人啊 那么这个 到了后来啊 那么到了这个 汉武帝时期 一切都要等到汉武帝时期就发生变化了 这是我们后面说的 那么汉代另外一个当然 啊 文武 武职就是太尉啊 就是太尉啊 啊 那么这个 这个太尉也是 从这个呃 所以待遇很高 但是呢 地位上 呃 当然人们在心目中间 仍然是把宰相 视为呃 领袖 百官的领袖 那么在这个上朝排队的时候 呃 那么一般他是排在呃 比较尊贵的 如果分左右的话啊 啊 文官呃 文武百官分左右的话 他一般是在上位啊 呃 所以呃 那么太尉是掌管国家最高的 那么军事啊 这种权力的啊 啊 那么这个 因为呢 这个 最高的军事统帅 所以在很多情况下面 比如在秦始皇时期啊 啊 有时候会不放心 有时候会这个呃 有意的呢 牵制啊 分权呢 甚至有时候虚设 就是这个官呢 这个职位在这里 但是呢 一般不大轻易受人啊 不大轻易这个放给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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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